蜷蕭呢,你怎么可以这样 结果呢 他到处去到旁边 到处拉,拉下去 推蕭蜷蜷蜷蜷蜷蜷蜷不错 结果你看 就这么奇怪了,就这么小 隔两个一个人不见 诶,他人怎么不见了 后来就问了一下 说脑 脑袋长 脑脊髓啊 这是重过这种严重的 厂跟医院 全身都不能动 只有眼球可以动 你想想看这个 这个,这个,惨不惨 厂跟医院呢 只有眼球可以动 其他的都都不了 平常人都是好好的很健康 他说他也去做过全身健康 免他做的人呢 还是健康产品呢 还是健康产品呢 结果你看 他在眼给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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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结果呢 人怎么不见了 打听了一下 住医院了 老义嘴 真想眼中嘴重 有点点有法去 慰问他 跟他讲啊 要好好放下 要好好放下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躺在医院了 你的太太 又不要我们给你助孽 你的太太 一定要我们 一定要一生把你救起来 可是你要知道 万一你就躺在医院出不来了 怎么办 劝他能念佛 哦 别有说啊 他这个眼球会动 流着眼泪 叫我别人一天不应 怎么叫 嘴巴不能动了 怎么叫 叫必必不灵了 他只能流着眼泪 这个眼球会动 我们也没办法 他现在已经 已经是他太太做主了 他在那边决佛啊 结果呢 我们只能奖金回向学发了 你看看 再走那两个月 就过不可怕 人生无常啊 就是这样 非常非常的可怕 哦 我们一定要知道 当然呢 在我们身边过世的人 太多了 太无常了 太无常了 所以你 你都要去极乐世界 你真的想去极乐世界 我们是不是应该 把我们的生命 就放在心前 真的不要去想 你要计划 就计划心前 明天没有办法计划 最终的是今天 一定要把今天佛念好 要用功 所以说呢 你看 很多极乐世界的人 他们平生 没有接触佛 生病 诶 医生呢 反而帮到他大了 哦 某某人啊 你知道癌症啊 你只有多少时间的时候 哇 马上提高警觉 你看 美国 华盛温 第一期特区 在1988年 就有一个居士 叫做 中广大居士 人家还没有学国呢 他得到的是什么 血癌 血癌 得到血癌之后 医生说 没有办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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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宣布 不要神 之后呢 他的太太啊 就到处去找天吧 求神啊 问福啦 求佛啦 看看有没有 什么奇迹出现呢 哎 真的有奇迹了 但是我跟极乐之间的奇迹 他因为 他们 这个 董正华 那个 周广大的太太啊 认识一个居士 叫董正华 那么这个居士呢 是佛教主 假话样子 是面佛人 于是呢 就跟周广大 就是拍摄了 就劝他 人生苦短 就算现在的 真的找到了 仙丹妙药 真的出现去 把你救活了 又怎么样 你能保证 以后都不会生病 都不会死吗 还是会死啊 人生不过就是 生老女子而已啊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 有一个地方 你去了以后 永远不生病 极乐之间 永远不会生病啊 我跟姊妹讲啊 如果你有病 你得病一次 你就要想极乐之间了 不然你就不是真正的念佛人 你真的病一次 就算是感冒 你就要想到极乐世界说 极乐世界永远 不会生病 极乐世界没有医院 没有医生 没有过世 没有中药 没有西药 没有针灸 没有电疗 所以á 的 必要 永远不会生病 极乐世界最好А 要永远不死 全家人快乐都带一起 我跟诸位讲 你爱你的家人是吗 你要去极乐世界 有本事就去极乐世界 把我们的家人 全部都带去极乐世界 事实啊 所以你真的爱你的家人 你就发自的 当他们去极乐世界才是的 他们不想去 那自己也要先去 对不对 比如说父母 你先生你太太 他跟你讲我爱你 你要知道 我知道你爱我 我也很爱你 但是我爱的你呢 是要带你去极乐世界的那一种永远在一起的 不是呢 爱来搞轮回的 真正的爱 帮助他成佛 对不对 帮助他好吗 这个周广大居士啊 后来呢他听懂了 他就跟他太太说 我太太啊 你不要再帮我找我药啊 我想去极乐世界 你真的问我好 就找你帮我助你 他太太也同意了 好吧 那于是呢 周广大居士呢 他要去极乐世界了 董正华居士找了好多人 大家都想要帮人家祝念啊 对不对 像现在如果有哪个人说 我的极乐世界了 大家一定会给他祝念 对不对 结果呢就一大堆的给他祝念 一注念 念了三天三夜 念到第二天 诶 这个周广大居士呢 他在大战 有一个人 戴着帽子 拿着席帐来 这个是谁 地藏王菩萨 他说要来接我 诶 那董正华居士呢 在这个时候 他的开始就有很大的作用了 他告诉他 你不准跟地藏王菩萨走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念佛人啊 你念佛一开始见到阿弥陀佛啊 你怎么会念佛见地藏王菩萨呢 不对啊 从现在开始 你看到任何菩萨 任何佛 你不是阿弥陀佛 你统统不要离他 你就是要念到见到阿弥陀佛 唯 才是真的 你跟阿弥陀佛 这一点很重要啊 我们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本尊 其他的冤心在佛啊 他可以变任何的菩萨 他没有办法变本尊 大家知道 如果我们是念观世音菩萨的话 其他的冤心在佛 他什么都可以变 但是他不能够变本尊 他不可以变成观世音菩萨 一定是 我们念观世音菩萨 就是见观世音菩萨 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见阿弥陀佛 大家明白吗 不然的话 冤心在佛 他什么都可以变 他可以变成菩萨来接我们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个是魔法的道理 不要到时候呢 我们念阿弥陀佛 那结果呢 哪一尊天人 哪一尊菩萨来 啊好啦 我也去极乐世界 一去 结果不是 那就高高了 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本尊 冤心在佛 没有办法变成本尊 我们念阿弥陀佛的话 一定就是阿弥陀佛来 那么东吾王大居士呢 他就是有战争 他也没有听过你 他就是那么有战争 好 那这样我就不要跟地道往佛大了 他有继续的念过了 念到第三天 周吾王大居士啊 他就跟大众子 阿弥陀佛 观世音佛大 大师之佛大 从那个天上下来 从云端下来 接我去极乐世界 他是这样被带走 这个是1988年 发生在美国 确定往生的一个地 各位公教你看 你想想看 他没绝活 他带着生活 更重要 他知道他什么时候 为什么 医生告诉他没命了 他就很用功了 他就放下了 那我们为什么现在不用功呢 我们命还好 长好长好长啊 我们还想要长命百岁啊 我跟诸位讲 我们人间的长命百岁 其实啊 太短太短了 太短太短了 大家知道吗 四王天 邦立天 业魔天 斗帅天 我们呢 来跟大家比较比较 斗帅天 就弥勒菩萨在的那一天 斗帅天的一天 人间四百年 斗帅天一天 人间四百年 也就是呢 我们的一百年 斗帅天六个小时 六个小时 他六个小时看 哇 这个人已经出生到死了 活到一百岁 不得了啊 人位啊 我们 这个斗帅天人是这样 嗯 怎么六个小时就死了 就是这个改变 啊 那夜魔天呢 夜魔天的一天 人间两百年 那再下来 斗帅天呢 斗帅天一天呢 人间一百年 所以我们常常讲 召生莫死啊 斗帅天呢 看我们就是 召生莫死啊 斗帅天呢 斗帅天呢 一天人间五十年 所以我们如果呢 活到一百岁啊 斗帅天两天而已 那我跟四位讲 我们还不要往上 再往上去呢 如果再往上去的天 天再往上去的话 哇 我真的一百岁啊 可能是人家的十几分钟而已啊 这有可能啊 所以我跟四位讲 我们轮入为无量子道之间 天人也做过了 人间的皇帝啊 我们也做过了 说实在话都做过了 当然地狱也去过了 恶鬼道也去过了 处生道都去过了 还有一个地方没去而已 而其他自家也越去过了 这个一定要明白 所以人间人生很短 非常短 人生苦短 为什么苦 因为所有的热 都会变成无常 所以它 我们为什么不觉悟 因为我们都是觉得人生很坏 其实那 人生呢 它只有苦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人生无常 人生无常 你所有的快乐 都会因为无常 而变得 变得什么 变得无奈 无奈 你只能无奈 你只能无奈看邪 这个要明白 所以说呢 人生中佑有七个字 我们为什么不愿意 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 你 你的身 所以你常常要讲 我真的快乐 我真的快乐 我快乐在哪 难道我没有分倒病死吗 难道我的财富可以永远带着走吗 我可以永远健康吗 我的家庭院 我永远在一起吗 那既然没有办法的话 连佛都没有办法 你看佛他为什么要出家 他是王子耶 他的财富比我们多耶 他的身体比我们好耶 对不对 他都知道要放假 为什么呢 苦嘛 所以我们去看看别人 你就是想想自己 人生就是一个是苦 因为世间无常 根本没什么好快乐的 只有看到真正无常 你就会发现 原来我们今天在修计 在念佛 那真正是快乐 真正的快乐是经过了无常以后 你知道真正的 所得到的快乐是经过快乐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 我们的身体是在死的 可是呢 我们以后要去的地方 是真正永恒的 那个叫极乐世界 那是无量受 人生无常 极乐世界是生产 它永远快乐 没有生老病之苦 然后呢 没有爱别别苦 没有怨你真会苦 大概要明白 极乐世界没有生老病之苦 所以你白天不老得死了 哎呦 今年奇怪 走不动啊 哎呦 明天牙齿掉了 你都要知道 极乐死就要走 好 要记得 不要那个苦的白痴 白痴 要记得 如果呢 你有这个病 突然就是什么病 你就要记得 极乐世界 好 如果你遇到什么样的冤心在主呢 什么人跟我吵架 什么人让我不如意 你就要记得了 那 愿真会有 极乐世界 没有 如果你罚到很多 罚到灵旺 餐生之慢 恶劣很多 很苦 你叫记得 你叫记得 极乐世界 很好 它什么苦都没有 那这样我吃的这些苦 才有用 才有用 啊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因为我吃了很多苦 和白痴 这等于多的呢 以前在天律道成 有一个法师啊 他告诉我 他说我在打伯析啊 打伯析的时候 他跟我讲 说我有一个亲戚啊 以前啊 他身体还不错的时候 我劝他念佛 欠他要咬身 他都不要 后来呢 他身重病了 快死了 我去看他 然后呢 他和他的亲戚啊 就看着他 讲个采语 说什么呢 他说啊 你往被拉伴啊 意思就是 法师啊 你看啊 我现在啊 什么都不行啊 我就快死了 怎么办啊 是这个意思 他这个时候就告诉他 好 现在是你觉悟的时候了 念阿弥陀佛 去极乐世界 所以呢 他就劝动了 他就念佛了 所以他就说 真的 嘿 吃虎 我聊 真的吃虎呢 嗯 会觉悟 那个时候啊 我替代言 我不是替代言 替代心理 替代言 替代心理 我觉得呢 是太贵 佛西 那一天呢 完之后呢 我底下呢 去拜访他 拜访 主妻 老婆他 什么事啊 公司保持 弟子呢 有事情 请教 好 去见 进去以后呢 跟老婆上平礼 然后 请教 主妻和他 你今天开始说 吃苦人调 我觉得我吃的苦也不少 我觉得你这个亲戚吃的苦比我少很多 比我少很多 他说真的吗 董事保持 你才三十多岁而已 你真的吃那么多苦吗 我说是的 你看 保持 你的亲戚右脸有下掉吗 我的右脸看不到的啊 所以我吃的苦 问他 再来 你的亲戚 从小的父亲就过世吗 我七岁父亲就过世了嘞 你的亲戚有跑过渔船吗 我十七岁就去跑渔船了嘞 我吃了很多苦 以前来跟人家开餐糕 架在脖子上 我都不要讲嘞 很多很多苦都吃过了 那为什么我还是 还这么残忍之间呢 我还抱不下呢 我吃的苦真的不比你的亲戚少啊 诶 我们真的 主妻何当呢 他也一下子没有办法回答 他说 嗯 听起来真的 你的苦也真的不少啊 那为什么你会不觉悟呢 诶 他也在那边想 到后来呢 他该觉得五分钟 他就告诉我 啊 庄政法师啊 我觉着啊 你是因为 你虽然吃苦 但是你没有苦到 各不明先啊 没有啊 你没有记住你那个苦 你吃的那个苦啊 你不觉得苦 你那个苦呢 没有 那个觉悟到害怕 没有苦到呢 很想出一世界 没有苦到呢 想要出了语 没有苦到想去修行 没有苦到呢 想要去极乐世界 所以那个苦呢 并没有产生觉悟 所以那个苦呢 白吃了 我一听我打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原来是我们吃苦之后的 打打的 吃了苦 嗯 好 算我倒霉 下次再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哦 所以主位同教啊 啊 我不晓得 大家有些吃过 应该都吃 可是呢 我跟主位讲 不一定要吃 才会有苦 真的 把脑袋 把他灵活一下 学习啊 什么 学习反省事 学习呢 出离事 简直到学习 哪有人说 看到人家犯罪 去被关之后 哇 被关好痛 然后呢 我们要跟着他被关 然后呢 犯罪被关 然后才知道犯罪的苦吗 不看了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去多关哪一家 生到病 对不对 你就不用想到的苦吗 你看 佛陀 他当年年轻的时候 他看到老人 就看到老苦了嘛 他不用知道老的苦嘛 他看到病人 他也没有说 那我要跟着生病 才知道苦嘛 没有啊 他就知道病很苦了嘛 他看到死人 他就知道死的苦了嘛 对不对 他一看到死人 啊 人都会死啊 那我们在这个世界 有什么意义呢 你有再多的财富 再多的精明珠宝 再达的事业 再健康的身体 又有什么意义呢 最后还是一个死 还是就是这个字而已嘛 所以呢 他就真正发心 全心全意的居住 对不对 那个时候他才几岁啊 比我们都年轻啊 他那个时候才三十 三十出嘛 你看我们都到四五十了 我都四五十了 除非同学 应该说九十都五十了 甚至九十六 七十八十了 我们有没有觉悟 我们真的有没有觉悟 我们真的有没有觉悟